人这一辈子,总有一些坎需要自己卖过,最重要的就是下面这四道坎,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这些坎,你都卖过去了吗?一时只坎,也就是积累知识的坎。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毕业,就是这样一个积累的过程,如果在自己应该记得知识的年龄,自己去做了其他的事情,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知识给弥补过来,这就是很多四十多岁,五十多岁,甚至六七十岁的人,还要到大学里过过上大学语的根本原因所在。 只是为了弥补心中的缺憾,二行之坎,就是到社会上开始实践自己的言行,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上的人,有自己的小圈子,有自己的人脉关系,有自己的一片天地,有自己的事业,最后建立起自己的家庭,有了负担,有了责任,有了压力。 在卖过这个坎的过程当中,很多人掉了队,那天唏嘘哀叹,很多人少年老成,成了这个社会的佼佼者。 三,欲之坎。 年轻时候的爱情,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的欲望,也就是男女之间天然的吸引力。 卖过这道坎的年龄大概在四十五岁,坎透了人世间的繁华,明白了感情的真理才是平淡和陪伴,便走向了成熟的人生,死俗之坎,也就是自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。 犯了一次又一次的错误之后,突然看你卖了人世间做人做事的道理,也就是有失足给自己带来的影响。 很多人失足之后,便消沉了下来,最后将自己走入了失败的泥潭,更多的人从失足当中吸取教训,将自己一天一天的成熟起来。 如果卖不出这个坎,你就会走向平重,而卖过了这道坎,你便会走向人生的天风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